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8月19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題要 社村重慶等地遭遇百年來罕見洪災 再民指責政府救援不力全面封鎖災情 還讓電視台節目恐嚇對台灣發動武統 蔡英文回應國際是不會接受破壞區域穩定 香港的教科書出版社被批准政治審查 刪除修改涉及公民抗命、六四事件等內容 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公務院周三表示已經通知香港政府 美國暫停或中止三項與香港之間的雙邊協議 包括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的犯人 以及豁免國際船運利得稅 聽聽胡海文報導 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在聲明中表示 這些措施突顯了我們對北京決定實施港區國安法的深切關注 並批評該法破壞了港人的自由 聲明又指 行動是根據總統特朗普簽署的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 而提出一系列對北京行動的回應 包括中止和取消對香港的優惠待遇 聲明說 暫停或中止港美之間逃犯引渡等三項協議 乃是一系列對香港措施的一部分 在8月19日只會港府 聲明意味 往後港美之間相信還有其他的政策出路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胡海文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表示 自己決定推遲和中國的貿易談判 批評中國對美國和世界的所作所為令人難以置信 現在不想和中國打交道 當記者追問會不會退出美中首階段貿易協議時 特朗普表示 會息目以待 美中兩國的代表 原定在週六 討論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 但會已被推遲 不知何時重啟 對於有報導指 甲骨文公司加入競購 中國影音程式TikTok的部分業務 特朗普表示 甲骨文是一間優秀的公司 有能力處理這件事 他有強調 無論是微軟 甲骨文 還是其它公司 都必須確保 財政部得到很好的補償 繼美國限期要求中國影音應用程式 TikTok放售美國業務後 日本政界也傳出類似的呼聲 日本執政黨議員中山展宏表示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出售其日本業務 可能是解決國家安全風險的一個方法 聽下霍亮喬報導 東透社報導 中山展宏是調查TikTok問題議員小組的成員之一 他表示這個小組不太可能尋求封殺TikTok 但會採取行動保護用戶數據 但他未有進一步解釋 改變TikTok日本業務控股權的建議 中山展宏也說 自民黨議員計劃在9月10日 提出一套針對TikTok問題的提案 而自己的目的 是建議研究對TikTok等其它的App 安全風險是否有根據 也說自己的發現只是代表個人 不代表自民黨調查TikTok問題議員小組 目前包含美國微軟 推特和軟件公司甲骨問 對傳出有意經構TikTok在美國等國家的業務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 需制調查會長金利命 日前也表示 日本不應該袖手旁觀TikTok的安全風險 自從亞洲電台 科倫喬報導 中央電視台在一個節目評論中 恐嚇會對台發動武統 指稱繼台灣海峽南北軍演後 不排除在台灣的上空演習 總統蔡英文回應指 有信心保護台灣安全 國際是無法接受破壞區域穩定的行為 陸委會表示 中共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才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根源 美國也立即以行動回應 海軍神盾級驅逐艦 自六四以來 守到巡航台海 聽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中央電視台週二播出名為 美台勾結挑釁必將遭到堅決打擊的評論指出 在美國衛生部長亞澤爾訪台結束之際 解放軍東部戰區 公布近日在台灣海峽南北兩端演練 是明確針對當前台海安全形勢 和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 解放軍的實力 信心和決心 決定了武統一旦觸發 首戰即是中戰 評論指出 近期美國高官公然訪台 嚴重干預中國內政的與台灣交往法付諸實踐 升高挑釁層級 民進黨當局金當倒貼旗子 附和美國印太戰略 在美軍機穿台 美戰機接近台灣偵察 天價對台軍售等方面大開綠燈 使台海地區和平穩定亮起紅燈 評論還恐嚇表示 民進黨當局以美求獨 以武拒統棄嚴囂囂張 解放軍採取軍事行動 予以反制的層級也越來越高 今天是台灣海峽南北兩邊的演練 明天展開環島大演習 甚至是台灣島上空的演習也不無可能 總統蔡英文回應表示 國際社會不會接受任何破壞區域穩定的行為 陸委會回應表示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 和美國在內等國際社會正常互動 是我們做的主權國家的權利 北京當局無權自得 中共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近期更不斷對台軍事恐嚇和宣傳 才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根源 陸委會指北京當局切勿誤判程序 蓄意製造事端 台灣堅決反對中共片面設定的一中框架 對於任何挑釁、升高台海和區域緊張程序的舉措 台灣會密切監控和全程掌握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 保障人民權益福祉 台灣和羅湾書店店長林榮基呼籲 兩岸局勢緊張 台灣軍方應該加強戒備 並對民眾做好戰爭宣傳 使大家對北京動武加強警惕 在中央電視台恐嚇台灣同時 美國海軍柏克級神頓驅逐艦馬廷斯號 18號起由東海進入台灣海峽旁客 台灣國防部19號 亦在馬斯廷號穿越台海之後發表新聞稿證實 美軍神盾驅逐艦至六四之後 首度由北向南航經台灣海峽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在美軍同期盟友 在東海和太平洋一帶舉行軍演之際 一張衛星圖片顯示 一手疑似解放軍093型 雙級核動力潛艦 正在進出海南、魚南海軍基地的洞庫 軍事專家分析 潛艦被衛星捕捉到是非常罕見 中方可能想表達 有反擊的能力 而且雖然現在中國的靜音系統 沒有美國那麼好 但如果有一天有辦法改善 對美國的航母戰艦群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聽下方德浩文海恩報導 本台英語組報導 一張在星期二拍到的衛星圖片顯示 一手解放軍潛艦 出入海南、魚南海軍基地洞庫 潛艦進出基地洞庫動態 被衛星捕捉極為罕見 據本台南海軍事專家梁龍估計 該艘中國潛艦 是093型雙級核動力潛艦 台灣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軍事專家李政修星期三接受本台訪問 指出潛艦被衛星捕捉到的確非常罕見 如果不是刻意流出 就是在軍演有什麼差錯 李政修分析 中方是要展示有能力 而且也不怕美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 雖然中方沒有擊敗能力 但也能夠作出反擊 李政修還說 現在中國這個靜音系統沒有美國那麼好 但如果有一天它有辦法改善 對美國航母戰鬥群也是很大的威脅 美國的船艦在東海、台灣海峽、南海區域活動 這樣就夠了 因為以中國大陸現在的解放軍投射能力來說 他們沒有辦法到更遠的地方 所以它只要部署在這些關鍵的位置 在海域的話 它就有辦法嚇阻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近幾個月來 美國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 已經加強在南海巡邏機 不排除是尋找潛伏在水底的中國潛艇 儘管有其他6個亞洲國家的政府提出了異議 但中國仍然聲稱 擁有這條戰略行盜主權 美軍海軍的 白黑級神盾飛彈驅逐艦馬斯廷號 和日本海上智慧隊 秋月級驅逐艦梁月浩 上個星期六是東海舉行綜合演習 與此同時 美國海軍也發布消息指出 10個國家 22艘艦艇 一艘潛艇 多架飛機和大約5300名人員 將會參加定於8月17日 至31日在太平洋附近海域 進行的兩年一度環太平洋軍演 過去中國潛艇被發現的次數也不多 在2019年10月 當時一艘先進的中國潛艇 在越南漁船旁出現 另外日本在2020年6月 就一艘中國潛艇在東海出沒發出警報 專家說 目前外界只確定有6艘093型號 潛艇已經建成並入列 他們的主要功能是找出其他潛艇 但同類潛艇也可能攜帶垂直發射的 巡航導彈和反艦導彈 如臨海軍基地 隸屬中國解放軍南部戰區 是除了山東省青島以外的 第二個潛艇基地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恩報導 接下來又是《耳邊峰》節目的時間 今天跟大家說的題目是 強國的晶片技術 是不是落後國際7代以上? 聽聽胡凱文跟大家說 全球光刻機霸主 ASML 現在已經能量產5納米和3納米製程晶片 但強國在這方面仍落後了幾十年 目前上海微電子只有一部 還未量產 只能做到90納米製程的光刻機 使用的實際上是海外20年前的光源技術 中芯國際使用了1億2千萬美元 向荷蘭光刻機巨頭 ASML 訂購的強國首部EUV光刻機 足足等了3年 因為一場神秘的火警 仍然未能夠成事 有分析指出 強國一直未能夠自主量產先進晶片 問題卡在光學系統、激光器 或者是最難做的光學鏡球上 光刻是晶片製造的最核心、最難的環節 而且佔了製造晶片成本的三成 近日某日本傳媒報導 晶片代工巨頭台積電 自從去年開始 已經有百多個高級工程師 和管理人員被挖角去強國 年薪開出超過兩倍 對於相關報導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欽就直斥其非 強調傳言和事實不符 而且最近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嚴重 不太會有人要離開台灣 加上台積電今年生意特別好 大舉精彩8000人 是往年的一倍 這條新聞的看點真的很多 首先它說明了 中共的虛假新聞戰並不限於強國傳媒 它的大外宣長臂早就已經伸延去到外媒 相關入媒已經是連續第三年發佈這個虛假消息 並且不以為此 另外也說明了 強國現在對自主研發晶片的需求 是多麼迫切 甚至絕望啊 中國多個省近月來暴雨不斷 其中穿越兩地 持續遭遇百年來的罕見洪水 導致成千上萬計的民眾受災 又災民指責政府救援不力 而且全面封鎖災情 更令災民憤慨的是 習近平選擇到非一線的災區視察 聽黃小山情文報導 儘管四川省星期三已經將防信級別 由最嚴重的一級預案降為三級 標誌著這場從今月11日開始的洪災 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之前包括得楊綿楊、樂山、宜濱 雅安和成都市在內的人口密集區 被指分別遇到了50年 和100年一遇規模的洪水襲擊 其中樂山更是遭受到了近百年來 最大的洪水 急劇上漲的文江水 一度淹到了著名樂山大佛的腳面 但對於下游城市奴州 和重慶等地來說 他們的麻煩也迅速到來 據當地民眾發布的大量圖片和視頻顯示 嘉寧江和長江主幹道洪水同時爆滿 幾乎同步襲擊了重慶沿江的大片主城區 造成了嚴重的財產損失 據重慶市民李先生星期三告訴本台記者 當地串碳水民站的水位突破了190米 這次是他40多年來見過最大的洪水 而且這次洪水為沿江區域帶來的損失 沒有辦法鼓勵 另外一位市民譚先生也都表示 目前重慶以上的嘉寧江 和長江流域城市的情況很嚴重 很多縣城和鄉鎮直接受到了衝擊 但至今為止 官方發布了的消息非常有限 而且今年最令人不解的是 看不到有領導官員 在一線災區協調抗洪 這一次呢就是8億年以來對他 河川非常嚴重 洪南非常嚴重 洪南雙江正式 全年就楊善敦的故鄉嘛 但是呢因為他控制報道嘛 所以其他的受災的情況 基本上都不允許報道嘛 從7月份開始就講的是 誰一面具擴大誰長汗嘛 他就用了一些很荒誕的名詞 最關鍵地方關鍵的是沒人去看 上一次包括林克強到從今到了貴州 到了那個腐白 但是全部不允許報道了 就是穿越數千萬民眾面臨洪水威脅之際 官媒新華社聲稱 國家主席之前都遭受到洪災的安徽視察 報導還說 一個村在洪災最嚴重的時候 也都沒有停水停電 關注災情的曾先生指出 無論是冠狀病毒疫情 還是這兩個多月在南方此起彼伏的洪災 習近平和政治局高層都沒有第一時間到前方探視 習近平選擇到安全的地方探訪 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曾先生還說 至今為止 為保武漢和南京 在上個月的大洪災當中 被犧牲的江西九江片區粗洪區 和安徽徐河流域粗洪區 大批災民損失慘重 甚至是傾家蕩蕩 但至今當局沒有任何說法 不上了 大獎都不要想了 你都沒有在中國生活 你都不知道中國是什麼情況 人家保護病都不錯了 你還猜一猜 冠狀病毒 死那麼多人拿 特核酸檢測 還有手錢 你去上訪嘛 你坐牢去 四川省應急管理廳 在回應本台記者採訪的時候說 他們現在沒有相關的資料 不清楚具體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 只能直接問各地政府或宣傳部門 本台記者多次就這件事 試圖採訪國家應急管理部 但該機構一直沒有接聽電話 今年6月以來 中國南方頻頻發生罕見洪災 至今至少已經導致140多人死亡 以及巨額的財產損失和糧食減產 甚至被指已經波及基本的糧食安全 但至今為止 實際的損失情況依然不明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北京加強對香港教育界的監督和指導 其中香港通識科 近年屢遭建制派人士批評 指教科書缺乏監管 教壞年輕人 教育局去年9月 退出告中通識教科書 自願送審計劃 多間出版社公布最新的修訂 當中散減或修改涉及 共民抗命、三權分立等內容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批評有關的修訂 有政治審查之嫌 也有前通識科教師認為 港府不清楚問題的根源 採取備而不談的方式 並似乎已經為教師設下目標 聽下劉兆峰報導 香港教育局向出版社提供 高中通識書專業諮詢服務 六間出版社按當局諮詢意見後 修訂內容在開學前出路 在星期一公佈修訂內容 其中各課本課文、圖表、練習題目、資料 以字漫畫都有三減改動 綜合多家香港傳媒報導指 在涉及今日香港單元部分 各款教科書作出多處修訂 其中出版社 明明高中通識教育 在涉及公民抗命的課題 加入違法者 有機會被定罪判監自據 公民抗命原則中 加入中審法院判詞 說明公民抗命不是減刑理由 另外 有出版社在法治課題中 一版關於公民抗命的考題訓練 逆傳版刪酒 書中提及 政黨的段落 民主派被改成非建制派 一段關於新興政治組織 原有的本土民主的前線 和香港眾志都刪退 另外 包括勿忘初衷 我要真普選等便利貼的連儂長相 都遭到刪除 其中修訂內容教授爭議的 是有關三權分立的部分 出版社教圖在解釋普通發達點的時候 直接刪去 信奉三權分立原則 雅圖則在三權分立的欄目中 刪去 社會普遍認為 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字句 一幅語意 三權分立破壞社會利益的考題練習 竟修訂後刪去題目 換成描述香港根據《基本法》 享有獨立的司法和終審權等文字 而出版社《靈記》的貨本 在題為 《香港人權法治受保障》的段落中 刪去 警方近年的執法方式 侵犯人權 損害香港居民集會和示威的自由 人大釋法等 都會衝擊香港司法制度和法治精神等內容 同一本教科書都傳去有關新聞自由 自我審查等相關內容 例如傳去有意見認為 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主因 是業界出現自我審查 另外 政府以行政手段收緊資訊發放 和阻礙傳媒採訪 以及有傳媒工作者掃集 亦令人憂慮 新聞自由受損 香港傳媒報導指 除了香港社會議題 修改的內容 亦涉及現代中國課題單元 《靈記》出版的教科書 刪減1989年 六四事件的知識真韻部分 只是說1989年發生過六四事件 至於《明報教育》出版的教科書 就繼續保留六四事件 較詳細的解說內容 但同時加入鄧小平南巡 改革開放內容 另外 《明報教育》出版的最新修訂中 刪走整個村委會選舉 和民主發展部分 該部分原本 是2011年 烏坎村事件練習題目 被學生作議題否釋和探究 香港去年爆發反送中運動 外界關注 刪減公民抗命的相關內容 是與此有關 去年612金鐘衝突中 右眼中槍失明的前通識科教師 楊子將星期三接受本台訪問指 有關修訂 會令學生損失學習機會 他又認為 經濟派人士和港府 不明白反送中運動的根源 採取備而不談的方式 其實老實說 公民抗命的題目 一直都在通識科的課題上存在 但現在他們似乎就是 將這些事備而不談 他們怕這些事會出事的話 就越來越不談 令到學生是學少了 因為本身我們的過程 就是需求他們明白 那個法治的內容 我覺得他們就是不明白這個問題的根源 就是為什麼很多年輕人參與了這麼長的事會活動 是因為政府真的做得很差 其實通識科當然是有一個 你可以說有少少的factor就是 它真的令到學生的認識多了 就是明白多了現在社會的問題 但是這邊不是必然會令到 這些同學會走上街頭的 楊子晉指出 在教科書修訂的內容中看到 似乎港府已經畫下標準 擔心日後會為教師帶來壓力 例如因為怕收到投訴 而跟從政府的步伐 向學生教授修訂內容 但是接下來我想就是 其實那個問題會更加之大 因為今次政府好像設定了一些目標 大家要跟 例如說三權分立好像不可以再說了 或者可能是一些 例如說沙士的 sources 可能是不可以再不斷地說 可能是大陸選過來的 可能是 所以在當政府已經做了 這樣的類似標準答案的時候 如果那個老師繼續說回 以前我們相信的版本 例如說繼續教香港在三權分立 繼續教一些疫情的源頭 可能會有些同學會 可能跟家長說 或者家長用不同的方法 就知道老師這樣教的時候 就會投訴老師 以往社會普遍認為 香港行政、立法、司法獨立 但近年有建制聲音指 《基本法》沒有定名 特區政府體制是三權分立 而是偏向行政主導 行政長官擁有較大權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早在2008年放綱的時候提出 三權合作論 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 2017年進一步表示 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 要有國家觀念 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這些言論當年震驚香港社會 今次課本山改更加引人注目 教協副會長、通識科教師 田方澤對本台指 目前出版相同教育局 似乎採納了建制派人士的觀點 質疑有關修訂是政治化 並欠缺充分理由 因為它本身有三權分立那些寫法 現在應該有幾本大的書都沒有了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在香港那個主流情況 大家去理解香港是有三權分立 過去有些法官或者律師 都會有類似的意見 但是政府或者親建制那部分 特別是以前范太也有提過 其實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現在其實它的寫法 就會採納了一個叫做 政府或者建制的觀點 但是一些很主流的意見就沒有了 我想這些是比較大的問題 教協星期三發聲明時 不少修訂內容超越提供意見範疇 由政治審查之嫌如意譴責 而教育局也沒有公佈 任何有關修訂內容的解說 令出版商和老師感到無所適從 令教材出現緊多傳摩 賤我審查的不良現象 促請教育局 來年停止名不符實的專業諮詢服務 香港通識科教科書 以往無需送審 教育局指因當代議題發展迅速 送審難以及時更新 但去年社會事件後 社會關注高中通識教材 局方特事特辦 以專業諮詢服務提升課本質素 出版社可志願參與 但如果不參加 並按當局建議修訂 有關書目將不獲教育局 列入適用書目表 被質疑是變相要求送審 教育局表示 會參考今次經驗 考慮加強通識科的質素保證措施 包括課本送審的可行性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劉曉峰報導 港府原定8月中郊環進陽村 不再用作檢疫中心 但日前突然改變決定 說第一到第三座會繼續保留 做檢疫中心至年底 而第四和第五座則可以在本月底入伙 新入伙的居民和隔離人士變相同居 多次被延期入伙的一班准住戶 由起初天堂跌到落地獄 再滿心歡喜以為能夠上樓之際再出變數 有准住戶批評政府不斷反口 而是一邊檢疫一邊讓居民入伙 是無用腦思考 聽下文海恩報導 雖然年初特首林鄭月娥 曾經明言 不會用未來一年入伙的公屋 作為檢疫中心 然而早於二月份 火灘進陽村就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之下 被徵用作檢疫中心 一班原本即將上樓的准住戶 急避叫停 上樓無望 當時已有准住戶對本台紙 猶如從天堂跌落地獄 苦等半年有多 特首辦曾經在7月底說 8月中全面停止使用 進陽村作為檢疫中心 然而 港府星期二突然宣布 進陽村第一至第三座 會繼續保留做檢疫中心直至年底 而第四及第五座准住戶 就可以在本月底開始入伙 換言之 新入伙居民將會與檢疫人士同住一村 第五座的准住戶王太就對本台表示 有准住戶收到電話通知 最快本月28日能夠拿鎖匙 王太育有兩名就讀小學的兒子 她說疫情嚴峻 而且村內坐數距離也相當近 如果另一邊正在進行檢疫 她也不敢到村內拿鎖匙 她預計自己拿鎖匙之後 也會進行自我旁 認為淡幼如果染病會影響兩個小朋友 她在月中的時候她說交還一至三座 她交還了之後 即是沒有人隔離的時候 我們也要不安全去拿鎖匙 但是現在前幾天才說 無緣無故說不會交 然後又見她不斷入人入去 擔心自己出出入入 可能也會感染到 之前也有試過旁邊有人偷走 如果她真的偷走躲過來 或者經過看到 或者乘搭我們的小巴巴士 大家出入都會遇到 都是一個特別高危 會是 黃太說考慮過等政府歸還一至第三座之後 才搬進去住 然而現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即將租約期滿 而另一個問題是 裝修工人和搬的公司 得知她是晉陽村的准住戶之後 都說不願意到村內工作 因此黃太擔憂 拿了鎖匙之後 都未必能立即可以搬進去住 要繼續租屋住 即是兩邊同時交租 還要是一邊隔離 一邊入火 即是有沒有腦去想想這件事呢 如果你覺得我們入火是安全的 沒有問題的 那你其他人要什麼要隔離呢 那你在家隔離都可以 你去其他酒店都可以 據聞憂慮和隔離人士同住一條村落 當局聲稱 第四和第五座設有獨立行人和車輛出入口 據聞可以經過這些獨立通道 出入晉陽村 而衛生署就會採取嚴密的檢疫措施 包括限制檢疫者需要留在單位裡 而房屋署也會以高薪格欄 將第一至第三座和第四及第五座 以及晉陽商場分隔 另外政府估計 本年底設於竹高灣的檢疫中心第三期 其二千個檢疫單位投入運作之後 才會停止使用晉陽村第一至第三座 房委會預計 有可能需要數月收緝 最快明年第二季才能入伙 第二座準住戶李先生對本台表示 原本十月底可以拿鑰匙 但政府就突然宣布 可能要延至明年第二季 令李先生非常憤怒 只能見步行步 政治局势局員 emerge あるhov 吱五 �밀 你 爺 を 李宇美林鄭第一句話說了說不用公屋的 已經是一個謊話了 那你現在還給了一封信 說明7月底就有第二個謊話了 那之前有說過可能是8月中 又一個謊話了 那今時今日又說另一個版本 就是政府不停地說這麼謊話 作為一家四口之主的李先生 目前要負擔大約一萬元租金 加上疫情下 生活艱難、工作不穩 現在都是依靠裝修費生活 他質疑政府有龐大的財力 要遭用酒店作為檢疫中心並非難事 而且政府當初說 選擇檢疫中心是要遠離民居 但現在就在同一條村檢疫和入住 他認為完全是自打罪吧 要找檢疫中心找地址 真的多到沒有東西再多了 好像簡單說一句 海外公園你拿50億出來給他 又是停業 為何你不拿他的酒店出來 否則你給了50億 為何你不拿酒店出來 你一樣可以做到的 但為何政府一定要拿著我進陽村 可能我們公共居民說 可能低下階層他很欺憾 我覺得就是這樣了 一直關注進陽村事宜的公民黨沙田區議員麥子健 星期三接受本台訪問 批評港府失信於民 屢次出義反義 形容政府安排居民和檢疫人士 同村的做法荒謬 是完全到很不穩定 但是政府一直都沒有說過 他在這個等待期間 他有些什麼體鎖 補償他措施怎樣幫他們 四至五度長期住在一個 健身隔離的時候 其實他的心理壓力 也都會很大 麥子健還說 政府所謂的高薪格蘭 其實只是水馬 而所謂的通道 都只是希望令人安心 未知成效 他已經向政府多次提出要求 希望入村視察其環境 然而未獲理會 政府早前已經向晉陽村准住戶 派發兩次分別為6,000元的特位津貼金 麥子健建議 政府應該給這班准住戶 每個月的賠償金 或者給他們選擇其他公屋 就准住戶的情緒問題 應該提供適當的社工支援 政府也說會積極考慮 再次以防疫抗疫基金 為受影響的合資格准住戶 提供舒緩安排 但至今仍然未有詳細內容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音報道 美國媒體引述衛生專家指 中國的疫苗如果成功研發 預料會將疫苗當成外交工具 聽下霍亮喬報道 報道指出 近來北京政府的高級官員 和中國的製藥商 積極籠落在南海有主權爭議的國家 中國外交部在7月 承諾菲律賓將可以優先獲得中國疫苗 與此同時 中國科興生物也同意 與巴西和印尼合作 生產數億劑的候選疫苗 給當地人民使用 此外與中國關係友好的巴基斯坦 也獲得中國藥集團疫苗 供應巴基斯坦約五分一的人口使用 自由亞洲電台 《法輪喬報道》 印度《經濟時報》報導 印度最大的電訊營運商巴蒂電訊 原本提出的5G測試申請 是以華為等中國廠商5G設備為主 不過 現在已經計劃放棄華為和中興 巴蒂電訊 將在近期提交新的申請 表明他們在加爾各答 與班加羅爾的5G測試中 只與諾基亞與外納信合作 報導引用匿名知情人士表示 印度通訊部已就使用中國網絡設備的問題 和包括巴蒂電訊 信實資訊通訊 和Vodafone Idea等多間民營電訊公司進行接合 現在巴蒂電訊自動排除使用中國的設備 對印度電訊部門來說 也有一個大好消息 眾人關係近期轉差 上月兩國在邊境地區爆發致命衝突 上月印度也宣布全面封殺中國的應用程式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臺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睇 請用來示範製內部宣布 按摩